做出来的结果,类似像底下各位画面上看到的 就是倍乘数,乘上乘数,那等于乘7 这个是国小的一个算术公式 那里面的话呢,我们最后做出来的结果 就是像底下这样子,就是1乘上1等于1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它的规则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可以跑一个回圈,那内层的回圈的话 基本上就是决定后面的数字 后面的数字,然后中间的部分的话呢 它可以,必须要做一个缩排 那缩排通常我们会加一个Tab Tab在Java里面的话,有个跳多字员 就是一个斜线T,也就是说我在结束的地方呢 一定都会有斜线T,斜线T 让它中间有一个空,然后呢 这个被乘数1结束之后的话 这边要做换行的动作 也就是换到第二,就变成从2开始 那后面的部分都一样 3,4,一直累推,最后结束 那做完,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做完的结果,类似像这样子 各位可以看到 我这个是已经把它执行过了 类似执行出来会是像这样子 那要怎么样可以 把这个结果做出来 其实需要跑回圈 那回圈的方式,你可以用FOR回圈,用度回圈 或者是用那个度怀尔回圈 其实都做得出来 不过我觉得最简单的应该是FOR回圈 那FOR回圈要怎么做 在还没做FOR回圈之前的话 我们先来拆解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先把当然主结构先做出来之后 然后我先把不要的 就是说暂时第一阶段的话 假设说我今天只是纯粹需要输出什么 输出1 假设我今天是需要输出1加上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 我当然这个一定是1乘上 后面的话是一个1乘上1 等于有没有在最后相乘嘛 就是这个也是1 1乘 1 跟他应该是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直接在这边输出好了 假设说我结果是1乘上 1的结果 那相乘的结果 假设说我输出 Printer之后 后面会有 那如果把它执行过 这个地方执行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会出现什么 出现这样的结果 所以这里应该是加上实际上相乘 这个地方应该是 不是一个自串 是一个直接相乘的结果 那这两个数字相乘 结果输出 假设我第一阶段的话 做出来 有没有 做一个 那你会发现 这个是其中一个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把这一个延伸出去 变成什么 变成1乘上 乘上2 等于2的话 那一直往后 一直到这边 1乘上到9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把这个做出来的话 我需要先做一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先跑一个i好了 假设说我今天呢 如果要跑一个回圈 那我想基本的架构是4 有没有 一个小刮壶 小刮壶再打一个大刮壶好了 将来如果你们考试 记不起来的话 反正它一定规则是4 小刮壶再一个大刮壶 大刮壶的话把它切一半 切一半将来程式在这边做run的执行 那你的回圈范围 假如我今天先产生一个j好了 这个j呢 它的预设值 等于从多少 从1开始好了 因为我这地方呢 后面的值 这个后面的值 乘上本来1 2一直到9 那再来的话 后面 我的条件 当什么条件 要进入回圈呢 当这个j 它是小于多少 小于10的状态 也就是说 或者你打一个小于 等于9也可以啦 9 就是说我希望1到9都进入到回圈的话 那再来的话一个分号 追加加 就是累加追1 2一直到9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程式打完 打完之后的话呢 第一阶段我如果说我要把这个结果输出 后面呢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什么 后面的这个陈数啊 这个后面要陈数把它改成追就可以了 然后呢 后面这个陈的本来是陈上1有没有 你再把它陈上追 这样子的话呢 我把这个地方由原来的1改成追 改完之后的话呢 跑出来 特别注意啊 我只有前面加一个回圈 然后呢 再把刚刚的print 这个是一个print 不是println哦 不是 只是输出 那如果说我这个部分写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执行给各位看 基本上跑完的话 我希望呢 跑出来 他能够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啊 这里呢 还要做宣告 那宣告的话 我直接宣告在这里 告诉他说 他是一个印者 他是一个整数啊 刚漏了宣告 宣告追 因为如果你不宣告追的话 他没有办法去帮你配置一个记忆体给你 那把它执行过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底下 各位可以看到 有没有 就会出现什么 出现我要的结果 有没有 就是第一个 我们题本里面的第一行 第一行就出来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完成了所谓的内回圈 我的内回圈第一阶段就完成了 好 所以各位 当然你可以阶段性的 有些坊间的解答 当然就是直接一次全部给你了 不过我们可以按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话 先各位先产生这样的结果好了 我们把它拆解 那如果说我今天已经做完这个之后的话 怎么样让他再往下跑 把全部的部分的都跑出来 这个也蛮重要 因为其实无论你是写哪一种语言 它的概念都是一样的 那请各位先建一个这个专案 然后一个类别 把这个void这个main打完之后 再完成这部分 你可以分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把它做一个system点out 这个输出我想都很简单 输出1加上就是J 所以这边注意 这个是J的部分 所以这个J的数字 你会发现它会一直变动 一直变动 变动从1变动到9 我们第一阶段就完成 那这里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第一阶段的部分 那等一下再来看第二阶段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